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媒体今四日报道 总统文在寅表示 南韩重视与美国同盟与合作 但是也希望能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 未来将走向平衡外交 因此美日韩合作不宜发展成军事同盟 综合媒体指出 文在寅接受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采访 次段节目于三日晚上播出 文在寅表示 面对北韩进行核武与弹道飞弹挑衅的情况下 韩美日三国必须要更紧密合作 但并不希望三国发展成军事同盟等级 甚至点名日本 日本如果以北韩核武为借口 走上军事大国道路 将不利于日本发展与东南亚国协加盟国家的关系 文在寅强调 对于韩国安保而言 美韩同盟比什么都还重要 并提及美国总统川普访韩有使韩国国民安心 缓和朝鲜办法紧张的效果 为解决北韩的核武问题 不只是经济层面 战略性合作也非常重要 但提及与中国的关系 文在寅表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我们不仅重视与美国的外交 同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开展平衡外交 据朝日新闻报道 中国与韩国于10月31日共同发表改善双方关系的共同声明 结束萨德争端 恢复两国的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 在这之前中国曾表示反对美日韩组成军事同盟